美式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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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初在洽談的時候 業主的需求很清楚 就是他希望營造一個美式的風格 因為他們這屬於偷天 那他希望他的空間不是單一風格 所以我們在材質的運用 做了很多的技巧 比如說在客廳我們使用了美式風格的感覺 在廚房的話我們就選用了現代摩登 然後到房間的話 也有帶一點現代的一個歐式的感覺 美式風格主要的一個重點 就是會有大量的線板 但是業主又擔心就是 畢竟線板的一些施工方式 必須要配合油漆工程 那尤其常常會產生一些有毒物質 經過我們在商的討論之後 決定就是 試試看不一樣的材質 那剛好台中有一個本土的廠商 那他們有生產一個 在台灣比較少見的一些 歐式線板的一些板材 所以我們在這個案子裡面 就大量運用這樣的板材 主要考量就是它的板材多樣化 顏色也非常多元 然後可以滿足我們所有的需求 那最重要的是它的一個生產技術 就是採用熱壓技術 那熱壓技術的話 就會降低很多焦量的使用 降低很多甲醛的殘留 在選擇拉門的材質的時候 鐵線框除了它的設計上 它比較多的限制以外 再來就是它的重量比較重 那對於業主如果是女性角色的話 它使用上會比較不方便一點點 那鋁料的話相對輕盈很多 然後它的材質的搭配 或者是它的運用 也對我們設計師在暗場中的使用 也非常的方便 那比如說顏色的挑選 比如說材質的搭配 都可以用多樣化的選擇 在材質的選擇對設計師來講 是一面很大的學問 那往往以前都是使用 國外進口的材料 那國外進口的材料 有它的優勢 但是相對的我們的預算 會增加蠻多的 再來就是時間會等待很久 其實在台灣已經有非常多 本土的產業慢慢的耕耘 現在的材質的品質 已經非常的不錯了 甚至低美國外進口的 對那在材質的運用啊 或者是色彩啊 都有非常多元化的挑選 所以對我們的設計來講 是非常的方便 想知道更多相關資訊 請上幸福空間網站搜尋